可以吗 嗨 欢迎回来楚歌山林 我是一涛 今天是9月24号 我们在Pistar云海开板了 太美了 今天是9月24号周天 昨天Pistar冰川开场 咱们今天去滑雪 现在底下还都是云 不知道山上能不能放晴 昨天和前天是下了30公分的新雪 咱上去看一下 天还没有亮 今天4点多又起床了 6点半多到这里 目前看到的所有都是运动员 奥地利的 意大利的 昨天是第一天开场 昨天没过来 然后今天应该是开场后 第一天放晴 昨天下了新雪 看看天气 我现在还不能用记卡 然后我们需要取票 在网上订过两张票 现在我们记卡还不能用T号Snow Car 从10月1号到5月15号 所以我们在网上买了 就是天票 然后在这个机器取 Pistar现在有提前预定票 在网上就可以有折扣 用邮件发过来的二维码 就可以在机器上取票 来试一下 你们点吧 你要点一下 骨头扇 就左边扇 这扫上了 这就是一张学卡 好搞定两张学卡 走上山 给你一张 现在是6点56分 7点第18缆车上山 全期选第一班了 好想这个滑雪 想了好长时间了 今天特略早就起了 没什么人 那应该雪还可以的 他已经在呢 基本都是训练队来的 没有什么人 二楼也有一个有人工的售票厅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上来找他们 这是10时的山上情况 一下速度太阳还没出来 很翘着 我刚刚上还有云 在今天应该能晃 哇 这么多人 都是运动员 找个位置 要关门了 马上出发 赶披心带跃去滑雪 到山顶了 前几天脖子很不舒服 就大家有落过枕吗 就是非常严重落枕的感觉 肩膀很酸 然后也很累 脖子就是动一下就很疼 就躺到床上和起床 都需要用手扶着肩膀 有三四天了吧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也是不太舒服 但现在刚到雪场 还没开始滑来 就觉得浑身特别轻松 特别舒爽 真是滑雪治百病啊 还没开始滑 只要一上山 病就好了 缆车已经放上去了 现在没有雪 雪板都够不到架子上 对面的缆车 已经开始运营了 但是这个门还没开 可能还要再几分钟 现在还只挂了夏天的地图 过一段时间会换成冬天 只开了一条缆车 就是这个VS比斯班 到最山顶呢 然后其他缆车还没有开 然后看一下这下的雪 并不是很厚 大约有二三十公分的积雪吧 对面这条座椅 还有这个有中间站的包厢缆车 这是Mittenberg班 这两条缆车还都没开 现在是从早上七点 到下午一点可以滑雪 但是这个 这条缆车运营到下午四点 还是四点半的 这一条拖签也没开 因为现在特别早嘛 这几条缆车会在之后的 两三个星期 慢慢就包括雪道 也会慢慢全部开启 坐椅缆车和Mittenberg班 以及这条长的拖签 应该下个星期就会开 开了之后 这个滑雪的时间 就可以延长到下午四点 缆车已经开门了 咱等它一下 运动员还都在这里热身 哇 这可能得走下去 现在天然降雪还很少 这边还不能滑下去 雪道都是人造雪给铺好的 吐出来的人造雪的 雪道大约能有三四五十公分后了 从山顶到下面 就只有它准备好的雪道能滑 现在人家徒步的这个还在这呢 今天是我们这个雪季第一次滑雪 前几天发的那个 丛的单脚滑行 石铺单脚滑行那个视频 被我们上个季末拍的 那个视频内容非常好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可以非常好的提高技术 小心有点滑慢慢走 在山里面走一脚段很费事 但是滑雪滑下去很容易 在下一条雪就能滑下去 对不能滑的时候就很费事 但其实温度还挺低的 我今天还穿了羽绒的那层 然后不戴手套现在还是挺凉的 这一条小河 一旦踩上去这底下是水 然后上面冻上冰 那不要从那里走 哇你不要从那里走了 他有一点摔了 一踩这个冰往上冒水 你看 走了走了 它铺了挺厚的这个雪道 你看这个雪道接近一跌了 这个扣住 现在雪道只铺了一点点很简 从山上往下来 但是你可以 下面的雪道都没铺上雪 那是一个很大的造冶场 应该那边造出了很多雪 然后可以继续去铺雪道 他们这几天就会加班加点 把大多数雪道拿造冶的雪给铺一下 应该10月1号很多雪道就能开了 因为10月1号开始 这个T号snow car就可以用了 大多数冰川雪场就开了 这主要的滑雪号者就都来了 现在还主要是训练队 哎呀 好重啊这个雪 哎呀 这个雪道好重 2023年整个欧洲通胀都特别厉害 都是已经上两位数的通胀了 这个雪票价格涨得也很厉害 我们那个T号snow car的之前 记得是五六年前吧 还几乎都维持在六百多欧元 六百多欧元好长时间 然后每年大约涨个二十二十五欧这个样子 然后从六百就是六百七八十 忽然就涨到八百块钱 八百块钱马上就涨到接近九百 然后涨到上了雪季的九百不到九百五十块钱 今年T号snow car价格直接又涨了一百多欧 变成一千零五十 单天的这些雪场的票也涨了很多 PIZZA现在的天票是六十五欧元的正价 索尔登就是旺季的天票正价已经超过七十五欧元 有些雪场甚至已经马上接近八十欧元了 但是有一个省钱的办法在线订雪票 有浮动雪票价格 像我们这次买的PIZZA的天票 因为我们T号snow car还不能用 我们买到这四十八欧元的天票 非常便宜 是就提前了三四天买的 它最多有百分之三十的折扣 就大约四十五四十六欧元 这个价格它会推出几十张票 它卖完了之后再高一两欧元 再度推出几十张票 这个冰川化的还是挺厉害 那边原来还是有些冰川的 就那个巨石全是冰川红吗 那个地方上个雪鸡还是有一点 之前就是那边巨石根本就没有露出来 就是五六个雪鸡之前 现在那边的巨石已经全没了 我眼见着它从顶上的裂缝 然后整个冰滑下来 然后到下面裂缝 你看这块的冰川也很熟了 几乎没太有了 然后就剩主要的冰川 但是它开场还跟往年的时间差不多 可能比往年推厚了一个星期吧 往年大约9月中旬可以开 今年是23号就昨天开的厂了 但主要是靠造雪 它这个披萨造雪能力还是挺强 下面有一个造雪工厂 然后还有很多这种雪泡在造雪 造完了 然后又有压雪机 就造在一堆嘛 然后又压雪机把这个雪铺到这个雪道上 现在这个雪道很窄 正常就是再过可能几个星期之后 它会慢慢把这个雪道扩宽 但现在主要的目的是 把更长的雪道就铺上 因为现在人流量还很少 冰川雪场这个季初因为比较早 一般都是9月底10月份 所以现在滑雪的人不是很多 几乎全都是训练队游客很少的 欧洲的旺季大约是从12月中旬开始 就是圣诞节之前到复活节 2月份他们是学生假期 以及他的那个晃晃节假期 那也是一个特别旺季的时候 还给我花一些 现在进过旅游了 哇今天 反正怎么样你都解渴了 等了那么长时间要花 只要能花雪就好 无论天气雪况只要有雪花 什么也看不见 今天应该是能放晴 天一报是有晴天了 没关系你就简单玩一下 那么长时间没花了 一开始花稍微慢一点 顶上是琴 这个云渐渐薄了 顶上是琴了 太阳了 哇那今天有云海看 哇咱们现在到云海上面了 哇好漂亮 那是太阳 太阳升起来 哇这太漂亮了 哇观景台现在开不开 怪你还开啊 现在人也放去了 哇这里好漂亮 哇你看那个路那个太阳 路云海 哇哇这太美了 哈哈今天这个有点直 哦你看那边 我没有期望到这么好 哇天完了 这个拉不出来了 出去看肯定漂亮 啊这是早上七点半 太早了 哇好好看啊 9月24号我们开板了 哎呦我赶紧把我的雪板放下 它实在是太重了 你帮我也弄一下好了 太重了 我要去那拍一张照片 昨天前天下了一些雪 我们10月底万圣节假期 将在这披萨冰川办 楚歌山里人单板双板训练营 到时候所有缆车都会开放 绝大多数雪道有开放 可以去看楚歌山里人公众号 太美了 咱们上到山顶看一看 这是出云海 这是出云海 地铁山顶站是零下四度 这里大约零下八九度了 那是VHB侧 风吹的 好漂亮 太美了 冬天又回来了 这个云海 我第一次在皮斯塔这里看到这么高的云海 云海 经常都是在比较矮的地方 就看起来没有这么近 然后现在 这个云海三千 三百米 三千四百米 几乎和这个缆车山顶站齐平 太阳从这个云海上升起来 哇 太美了 哇 这是什么神仙景象 哇 这个云海像棉花糖一样 哇 真是太漂亮了 VHB侧这个三千七百七十四米的山尖点就露在外面一点点 看其他的地方都被云海所卤着 太美了 走 哇 上到山天 哇 而且山上的风还不大 有这个 没有运 没有运 有这个运是吗 没有 这叫佛光 能不能看见 哇 好漂亮 哦佛光 好漂亮 能不能看到我在佛光里 看不到 看不到 那个角度好像不这样 但是它那个云露出来应该就可以了 哇好美 太漂亮了 今天比昨天好很多 昨天一天都是在下雪 在云雾中 今天这个太漂亮了 啊 这个是两层的 应该已经看得到 我看到了 对 你看这个佛光 这佛光应该人可以 就是在佛光中间 看我挥手能不能看到 他那个照的是那个餐厅 你看那个圆 能看到呀 那个影子不是我们的吗 是我们的 你看看到了 在这看到了吗 你看这个很清楚 啊能看到 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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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能看到有影子在招手 对啊 就是我的 现在就从这条雪道滑下去 然后只开了这一条雪道 其他都没开 看着这个雪上滑过去 也有日运 现在这个观景台上上来好多人 都跑上来了 下去滑雪去 咖啡厅开了 咱们去他的阳台上看一看 最美咖啡厅 哇 哇 VH必测在云海之上 哇 现在这个温度和天气 那么这个不是很透亮 等再过两个时间 再一个插一插就好了 太漂亮了 山顶咖啡厅的蛋糕 价格和去年好像是一样的 啊 太美了 云海上滑雪 走 这云海特别高 好 三千三四百米的云海 我们在云海之上 哇 两边的这个网上都是截着霜 太美了 太阳刚升起来 哇 这里雪还是挺好的 但是有一些苦包了 下面的雪比较硬 而且稍微有些冰 毕竟是寄出嘛 你看这里写的 让你slow langsam 然后前面这些道都是封死的 现在只开了这一条黑道 哦 这个地方非常冰 这个地方非常冰 要小心点 看这边下面原来都是雪道的 但是现在都已经 都已经正在准备 然后那边从那边走的这个雪道还没开 只开了这一条黑道 现在 这旁边都是冰川裂缝 一月份的时候就慢慢会被雪 给盖住 但是现在还是非常多的 非常大的保禄的冰川裂缝 这是比较大的冰川裂缝 这种稍微大一点的 可能要到二三月份 才能被完全盖上 像这种小的 就是下几场大雪就能盖上 但是也很危险的 看这里 边缝裂缝非常多 都是垂直下去的 下面可能有十几米 二十几米都有可能 真的有几十米 几十米呢 新雪季第一天滑 稍微慢一点 现在几乎全都是运动员在这里滑 运动员在这里训练 运动员在这里训练 因为现在雪道还非常窄 因为现在雪道还非常窄 旁边这个雪道 旁边这个雪道 等它这个也压好 可以滑的时候 冰动员就会在这插旗门 好漂亮 日出现在云稍微散了一点 漂亮 漂亮 这里稍微缓一点 就变成了红道 你急了 旁边这个冰山裂缝大了好多 多了很多冰山裂缝 而且原来就这一块 原来这一块都是 一点冰山裂缝都没有的 因为这比较缓 就是陡的地方也不像裂缝 但是现在多了好多 转这块小的山过去吧 等这些小运动员过去 咱们再滑 现在这下面很硬很冰 不是很好滑现在 不过既出有这个雪框已经非常好了 太美了 现在咱们在云层之下了 但云层之下也能透过摄取阳光 这旁边是拖签 但拖签现在还没有开 这旁边是拖签 但拖签现在还没有开 用前耳层之下 用前耳层开了这个VSB半 这唯一的一条 这其他的缆车包厢 可能会在一两个星期之后 逐渐开放 而且这个雪道也不停的造雪 不停的压雪 然后大约可能到10月中旬的时候 雪道和雪 雪道就开的也差不多了 缆车的时候就会全部开放 但是现在季初还主要只是造雪 光靠天然雪 如果只靠天然雪的话 能到11月初能开场 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毕竟现在还是9月 9月下午 9月24号 不可能要求像11月12月那么好的雪框 现在雪框已经也不错了 9月底能有这个雪框 而且能开这么长的一条雪道 非常非常开心 非常满足了 你看 哇 漂亮极了 现在到雨下 但是滑雪这个运动 你滑个一天两天 就基本上感觉能慢慢找回来 看前面是白光教堂 地铁上来的口就是这里 然后对面是索尔登 索尔登现在还没开 是9月29号 就下个周末 现在目前就开了 滑雪区域就开了这么多 一条雪道大约3公里 落差600多米 三天外的小酒吧还没开 我们进去看看今年的菜品价格怎么样 高点5块多 六七块蛋糕 五块二 然后咖啡三块四 四块四 七块五辣汤 嘎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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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